残观这个课程呢,我会讲一个段落,一个主题,然后呢,大家就会研讨,先看残观系列课程。 残观在这个PowerPoint里面呢,我来用了一个,应该就算调整一段大语。 残观调你的调声调心调息啊,就像佛陀在一教经讲的,这个是要按照你,平常演奏乐器的时候,太紧声音会很尖,太松会咒不出乐器。 所以,调残观调声调行调心呢,就像我们一般演奏乐器一样,要不急不缓,这是我选择这个图片的用意。 上一次介绍过授课大纲,今天讲残观的前情、正情跟节情,请看今天授课内容。 前言的部分,请看其中资料第1,今天会介绍前言,还有中国仙台中的四种指观。 第二个,第三个介绍的内容是残观的三个主要部分,就是前情、正情跟节情。 第4个会说明,我们现在要上残观系列的课程内容呢,目前研读新闻的讯序。 第5个,正式介绍残观前面的这个foundation,就是前情里面的第1个,叫外方便,25种前方便。 先看前言,前言,就是请大家看讲义。 引用智者大师的小指观里面说道,智者大师引用不同的经文说, 若天修禅定跟福德,不学智慧,这样名之为愚痴。 若只是学智慧,不修禅定,也不修福报,这个很便容易变成狂妄。 这一段话是非常重要的,请大家做个记号。 在六度波罗蜜里面呢,故事、池戒忍入精进禅定跟波忍。 这六度虽然说,它也有按照次序,从故事先修,池戒,再来忍入。 当然每一度呢,在这个不同的多生多结的行福大道里面呢, 都是要跟波忍波罗蜜相应的。 但是每一个人的总性、根性、个性、习气跟习惯不同。 有些人这一生呢,你叫他呢,好好修禅定或修福报,它很欢喜的。 你叫他富士,他非常的赏快,可以叫富士波罗蜜,财师、法师都可以做。 那你叫他修止观,哎,他会有一点困难。 那有些人就是这个今生的一元修止观的,可是大部分都喜欢修止, 就是坐在那边,就是呼吸,放松,他什么都不行。 有些人喜欢这样,当然这样子也不是不好。 但是从成就圣道、无上的佛道来讲,若是你只是看着止的清安的话, 这样还是不够的。 因为,假如只是修无相跟无念就能成佛的话, 那在座你摸一摸你的桌子跟你的脚踏的地板, 他生生世世都是无念呢? 所以,光有福报跟禅定,还是不能出轮回的。 假如你有福报又有禅定,在定一步学波尔波罗蜜的话, 那你的功德力就会很殊胜。 所以,很多人假如只是修人天福报,或是安坐于外道的禅定, 或是贪着禅定的喜乐,那佛说呢,这个还是可怜民者, 是很愚痴的人,很愚笨的人,这是第一类。 第二类,有些人一听到波尔波罗蜜,非常的欢喜好要, 这是就近成佛一切的法门,他就也不用布施, 词遍,忍入,精进,就此修,波尔空慧。 这样子的话,这样的智慧会变成世间狂妄的智慧。 佛陀说,这样狂妄的智慧呢,等到业力献钱呢, 你会发现自己呢,福报不够,定力也不够, 也没有定慧立庄严的功德力,是超越内外的烦恼。 可见,做愚痴跟状狂妄,这两边都是边界。 龙树菩萨在中文里面讲中道, 所以可见我们应该啊,要学智慧,也要求禅病跟福德, 这两个犹如鸟之双翼,偏依不可。 接下来,经文又说,不管是狂妄或愚痴, 他都有过失,虽然大小有不同, 但是最大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邪见。 邪见是会让他生生世世去轮转的, 所以邪见而产生这个轮回的痛苦呢, 不管是愚痴的人或狂妄的人, 他们两个是没有差别的,为什么? 都会在轮回中受苦。 接下来讲,若不均等, 原稿里面写若不均等, 可是我加了两个字, 假如你的定慧立若是不均等的话, 若定慧立不均等的话, 这样子呢,你所修行的菩萨道呢, 是没办法完备的, 那何况要成就无上的佛道, 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他说,若是你的定慧不能够均等的话, 偏一边的话, 你的菩萨道都是乖完备, 就是不能够完备, 那你怎么样成就无上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呢? 接下来又引下一段的经文, 经文说, 他以身文、菩萨跟如来三个做比喻, 他说身文, 当然这里的身文就包含圆诀, 身文跟圆诀的人多生多结, 定力比较强, 可是他智慧呢, 比较不圆满, 所以他不能够见到佛性, 自以为正道呢, 一果二果三果四果, 他就认为自己是就近成佛了。 第二个, 十度菩萨, 智慧生生世世多, 利益众生修妙观察自, 但是这个当中, 在度众生的里面呢, 他还是有轻微的烦恼, 所以这个杂染心呢, 没办法就近除去, 他的禅定力啊, 定力还是不太够的, 虽然他见到了佛性, 可是他不能够明白, 佛性一切形成的因缘果报, 不能够就近明了, 这里我做了一个note, note是这里, 这里经文讲十度菩萨, 因为版本翻译不同, 其实就是华言斤讲的十地菩萨, 十地菩萨他深深是功德力很大, 智慧很高, 殿才无碍, 或是广度众生, 善巧方便很多, 但是啊, 度众生当中, 十地菩萨, 我们上次在十地经论讨论过, 初地到六地之前, 都会静静退退, 为什么会退, 因为成定力不够, 最后他讲, 一切的诸佛如来, 只有定力跟智慧, 两个都均等, 所以他自立力他都能够明明白白的见到一切的佛性, 见到自己的佛性, 也见到一切众生的佛性, 这是前言, 可见呢, 前言里面是告诉你, 不要作为狂妄的人, 也不要作为愚痴的人, 福德, 禅定跟智慧, 三个, 你都应该生生世世一起修, 这样你才会不会定会均等, 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前言, 第二个介绍天才中的子官, 我们这个课程先从中国佛教的大小神禅法, 从这个第十五册开始做起, 可是中国中所有的八宗里面呢, 在唐朝之前呢, 没有有一个祖师, 他都是不修禅官的, 所以说他大小神的禅官, 他都非常的通达, 在这种情况之下, 所有八宗里面是以天才中, 号称为教官双美, 是最为殊胜的, 那看一下, 智者大师的小子官的前言里面说, 天才中的子官有四种, 第一个叫原顿子官, 第二个叫见字子官, 第三个叫不定子官, 第四个叫小子官, 原顿子官就是指, 摩赫波尔波罗蜜经为基础, 而写着摩赫子官, 是智者大师在荆州玉泉寺所说, 张安大师是他的徒弟, 地为实觉, 我先介绍这个基本的道理, 待会我再讲, 第二个见字子官, 就是他是见字法, 就是我们现在要见, 见字介绍的士长波罗蜜, 他是呢, 智者大师在瓦关寺所说, 地子法胜寄来, 本来有三十卷, 张安大师把他叫定整理为实践, 从这两段可以看得到, 古来的祖师很认真地弘扬佛法, 地子也会很认真地记笔记而作为讲记, 现在很多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历代祖师的著作, 都是师徒合作, 然后利益后代的众生的, 第三个看, 不定子官是指, 陈尚书令毛起请智者大师甲, 就是我们最有名的六庙门, 叫术随子官环境, 这六庙门我们会单读说, 因为它是六个修禅官很重要的方法, 接下来第四个小子官, 就是我们今天所介绍的内容, 其实是智者大师因为他的俗家, 他的哥哥叫陈天珠, 那呢, 因为呢, 人家像命跟他说, 你的寿命很短, 所以你要好好的忏悔修持, 这时候他很紧张, 跑去呢, 找他弟弟, 把弟弟治的大师就跟他说, 佛门里面有没有长生不老的药, 他说有, 那修什么呢, 叫他修止官, 调身, 调习, 调心, 最后他因为修止官的功德力跟忏除障碍, 所以他的寿命就延长了, 后来延长的时候呢, 后来他看到自己心的变化, 进一步他就学习善根发入, 他就学习佛法了, 所以可见这得到他的哥哥啊, 第一次学小子官的动机是什么, 是怕死, 求长寿, 这是求世间的有漏福报, 可是真正的止官是可以得到世间有漏的福报, 也可以得到初世间的圣道, 所以他说是大步的梗盖, 入道的疏迹, 接下来, 止官这两个字, 讲止官, 有时候讲静会, 中国也有讲叫吉兆, 吉而常照, 兆而常吉, 其实也是讲止官, 或是讲明静而住, 或是呢, 明中有静, 静中有明, 其实这个都是止官不同的名字, 其实讲的内容是一样的, 那现在来看一下, 就是看小止官, 小止官又称为同盟止官, 或磨合止官, 虽然叫小啊, 其实他最重要不是说不重要, 而是对一个初学的人, beginner, 张学的人呢, 他必须要具备了一些foundation, 不定止官是说, 他对不同根性的人都可以受用, 这六个方法在行驻坐卧的当中, 对峙烦恼都可以用, 第二类的叫见识止官, 见识止官是说明了说, 他这个是见识法, 就像我常常讲经比喻说, 101层的摩天大楼, 或是101大楼, 爬楼梯也可以坐电梯, 那爬楼梯就是属于见识止官, 当然见识止官也要有小止官的基础, 圆顿止官, 它是指圆顿大法, 它是可以一念顿超, 愿三大阿甄情节的, 所以天台中的止官就只有这四种, 那我想呢, 我们这次的讲经呢, 先以小止官跟见识止官, 二跟四为主, 不要一次讲太多, 讲太多大家也很复杂, 然后呢, 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所以会先小止官跟见识止官为主, 讲到这个, 修行道地经, 跟所谓的坐谈三妹经里面, 有一段讲安那般那念的时候, 会讲到六妙门, 讲到不定止官, 至于圆顿止官, 摩科止官啊, 非常的深, 博大精深, 我想这以后呢, 以后再讲, 相关的课程呢, 我会介绍, 再看第三个, 禅官, 禅官的主要三个部分, 第一个前行, 第二个正行, 第三个结行, 这一段请注意听, 我会讲大圣国法跟金刚乘, 前行就是指, 你在修行之前应该准备的, 前行虽然中文用前行, 其实若翻评英文的话, 应该叫foundation, 就是基本的准备, 第二个正行, 正行就是在禅修的过程中, formal practice, 或叫formal engagement, 结行就是dedication, 那这个, 这三个行是非常重要的, 在先讲这个, 再讲祭祷佛教, 前行就是说, 在你修禅官之前啊, 你要准备很多很多的这个, 善跟福德因缘, 包含内外的种种的条件, 所以它有分所谓的, 二十五种前方便, 以智者大师的小指观来讲, 就是二十五种前方便, 那这个一, 随传波罗蜜来讲, 就是前方便的第六卷, 磨合指观的就是第六个的方便, 好, 请大家看, 另外我今天发了另外一个讲义, 四部指观总表, 这个请你, 把福德因给拨下来, 好, 我印只有印单页, 这个是四张的颗派, 你现在就可以拆下来, 拆下来, 你把第一张跟第二张对起来, 这样你就会看得比较清楚, 好, 这个是出自于最近大晋音色, 新色所印的天台指观, 赤禅六庙门小指观的导读, 由中华佛言所的法师, 毕业法师, 政法法师编, 陈英赛老师指导, 陈英赛老师是我在中华佛言所念书的, 这个天台指观老师, 他非常的慈悲, 然后他对中国天台中呢, 跟华佛言中非常的深入, 他也是我的老师, 那在大晋经色印, 我很高兴, 就是他把这四部指观的总表呢, 做了出来, 其实佛教是需要像这样, 我是很赞叛的, 佛教不是只是呢, 只是古言文, 翻成白话文, 讲一讲就结束了, 我觉得在家出家佛弟子, 应该发心整理教法, 好, 看这个表, 这个表里面四部指观总表, 他引了四场波罗蜜, 六妙门, 右边是小指观, 在右边是磨合指观, 我是把两张并起来讲, 那这张表的特色是把, 每一个书它的特色的目录列出来, 这四部书都是智者大师说的, 在针对不同的根性中, 不同的两人说的, 好, 先看呢, 右边, 右上角, 小指观, 小指观里面有分十个, 你可以写一到五, 就是所谓的外方辩, 就是二十五种的前方辩, 六到十, 是我们讲的内方辩, 那, 因为讲前方辩, 就是要聚五种圆, 和五种聚望, 气五概, 小五式, 行五法, 这二十五种前方辩, 每一个有五, 五五二十五, 这在其他经论里面有讲过, 请看, 右边的线往下拉, 你可以看到它有连不同的线, 看摩克指观的第六, 请你画起来, 方辩, 其实它就是讲二十五种前方辩, 那当然摩克指观佛大金生, 它会讲什么叫空甲中, 什么呢, 有大义, 是名体相设法天元, 这是非常复杂, 可是在第六个里, 告诉你真正要修行, 还是要依小指观的二十五种前方辩, 那正修的时候呢, 在小指观里面讲的就是调生, 调起, 调心, 正修常观, 可是在摩克指观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 第七正修把它画起来, 它就真正的修指观, 修什么, 十种, 观音介入, 观烦恼, 病患, 叶相, 魔镜, 禅镜, 各种谋, 见解, 真上慢, 观二成人的镜, 观到, 无萨镜, 所以在真正的指跟观的部分, 弯的部分, 讲的最详细的是, 赤蚕菠萝蜜, 和摩克指观, 现在你看小指观的二十五种前方面, 线拉出来, 然后拉到前面, 看左边这一页, 赤蚕菠萝蜜里面, 我们今天呢, 进度看看呢, 讲完的话就会讲赤蚕菠萝蜜, 赤蚕菠萝非常的好, 现在台湾所有各个, 不管是修北传的大正常观, 都几乎是天上小指观, 在佛学院市, 接下来就讲赤蚕菠萝蜜, 赤蚕菠萝讲的非常详定, 赤蚕菠萝蜜里面分十类, 请把第六个前方面画起来, 前方面里面有分外方面跟内方面, 外方面里面呢, 就是跟小指观讲的是一样, 那内方面里面呢, 他说了稍微做了一个调整, 他把它在呢, 在禅修的次第里面呢, 赤蚕菠萝讲, 验善跟验你的根性, 如何让你安心, 治病跟觉模式, 昨天我在基金会讲实地经论, 就是讲治病跟觉模式, 这两个, 这是属于内方面, 那是因为课程的要求, 接下来在市长波罗蜜修正里面, 就有讲世间禅, 有世间禅, 有出世间禅, 有世间禅跟出世间禅同时修, 也有非世间禅, 跟非出世间禅, 接下来第六个, 六妙门就是讲, 属随, 止观, 环境, 六个方法, 而且他还透过帐风别圆, 把它开展成, 见字法跟圆论法, 这个两个表, 这个表请你常常带着, 那讲这个用意是说, 佛法是应该常常像这样子整理, 透过现代的科技方式, 把它整理, 当然这里面我个人觉得有一个美中不足的地方, 我个人的浅见, 假如能够做到这么好的话, 应该在每一个古文言文后面刮糊, 把它翻成白话文, 再把这个纲要翻成英文, 那会利益更广大的众生, 因为现在的人不见得每一个人都看得懂文言文, 而且文言文里面一字有多亿, 所以在做各位你所有的这个长期薰修佛法的联友来说, 你觉得很简单啊, 可是对年轻人来讲呢, 读古文言文是很难的, classical Chinese是很难的, 能够把它翻成modern Chinese, 现代汉文, 白话文, 现在的白话文里面, 大家要知道有中国大陆的简几字, 跟现在的凡几字, 那你要真的读古文言文呢, 真的是非常少, 所以可以看得出为什么台湾, 很多很多的道场都有儿童读经班, 都有读古文言文班,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大致上呢, 你可以了解它的字笔, 再会来看讲义这个前行部分, 前行也就是说, 其实有这么多的经论, 可以透过现在的电脑方法把它重新整理, 就是将来商业经测有机会上网的话, 我觉得除了古汉文保留, 也应该把翻译成白话文, 甚至加上英文, 而我所知道现在摩克纸官呢, 它有十卷, 第一卷全部大义, 跟第二卷市民呢, 全部已经翻成英文本了, 在美国流通, 非常的赞叹, 小纸官我听说也有英文本, 但是我没有看到, 所以你看, 小纸官, 赤藏波罗蜜跟摩克纸官相同的地方, 可以对读, 有些地方在赤藏波罗蜜跟摩克纸官会讲得比较清楚, 所以我很赞叹我的老师知道, 这位学弟正法法师把他编出来, 所以在这个, 若是你要这本书, 可以跟大乘经测取有取运, 我在座也跟他要了两三本, 做我们的长书, 各位可以相关一致, 好, 前行, 现在讲上传多教, 在西藏的大手印跟大圆满里面, 一定也有前行, 你今天想学大圆满法, 第一个还是叫做大圆满龙青八前行移轨, 还是从前行开始修, 前行, 其实他所讲的也是这二十五种方便, 告诉你说, 你要慈戒清静, 要忏悔业障, 要找到清静的地方, 然后调补你的身心, 你要衣食无缺, 你要善知识, 最后你才能够入闭关, 所以在西藏红白黄花, 书一经, 他们都会有前行的修法, 前行最具体的就是西藏的自家行, 你今天要修大手印, 白教的纳若六法, 不是一下子你就能修的, 起码你要修大手印的前行移轨, 这前行移轨呢, 以西藏的有, 有分减轨, 有分长, 简轨, 它先开来指呢, 集简轨, 简轨, 长轨, 中轨, 再来, 王轨, 也就是观修一个六四大民族的观音法, 它有详尽不同, 一般现在台湾跟东南亚, 全世界人波界传的大部分都是呢, 简轨, 主教里面呢, 可是真正对整个造次第的这个所谓的观音法, 或是呢, 观音的无上瑜伽, 他们也必须要在后面才学得到, 所以在西藏呢, 传统的traditional, 传统上, 你修任何一个法, 不管你真正要进入这个传承, 你一定要花至少三年到五年把自家庭修完, 那我问过西藏的仁波切或是拉玛, 假如他们很认真的, 就是一天只睡五个五六个小时不工作, 而修自家庭的话, 最快也要两年到三年, 最精进的也有一年半就把它做完了, 每个人的速度不一样, 可是你必须把这个前情的仪轨啊, 掺除业障啊, 了解, 而且他们在了解这个前情仪轨之前, 还要先听经, 就是对整个大圆满的前情次第, 或大手印的前情次第, 掺除业障, 持戒清静, 然后呢, 福德之良, 调补你的烦恼, 种种你都必须圆满, 你才会有资格再修第二个法, 所以当然, 藏传的佛教也在全世界弘扬的时候, 非常的兴盛, 但是他也面临了一个问题, 现在人在世界里都没有办法这样做, 那可不可能证悟呢? 老实说不太容易, 所以他, 像现在台湾, 藏传佛教也非常兴盛, 我也非常赞叹, 五百黄花只要正法造成, 我都赞叹, 写法呢, 我们就默然, 老实说只是谍善缘而已, 你今生修了资必万因的法, 来生继续修, 再继续修修, 遇到哪一个上师, 你可能要多生多结从, 典鬼, 王鬼, 中鬼, 常鬼, 最后到那, 就近圆满鬼, 这样子修呢, 你才能够就近正道本尊献前的, 所以, 大家不要小看, 我们今天讲禅观的, 这个三个主要部分, 其实重视你去修西藏佛教, 他也有大圆满, 龙青八, 宏教的前行仪鬼, 大手印, 也有杂取派的前行仪鬼, 那你是必须很认真地修的, 第二个正行, 正行就是说, 你有这样的前行, 掺除了业障, 透过念了十万遍, 金刚探索百字迷, 念十万遍的这个皈依, 皈依寄送跟十万遍大礼拜, 第三个, 你要念修十万遍的曼达拉, 最后十万遍的上师相应法, 你才能够真正呢, 找到福德因缘, 在清静的兰若或闭关中心, 正式修止跟关, 所以, 纸观是一个很庞大的体系, 并不是说你现在脚一盘起来, 哎呀, 我就能入定, 那除非你是多生多节, 大善根, 大福德, 大因缘的人, 而且纸观里面呢, 红白黄花, 不同的教会, 理论不同, 最后, 他修的方法, 观想的自己也不同, 最后一个, 结情, 结情叫dedication, 其实有些结情的发愿呢, 是放在前情里面, 因为在皈依跟发心里面就有发愿, 但这里的发愿是指, 发愿愿正法久住, 发愿上师本尊护法正法久住,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发愿你的教派传承清静, 而没有障害, 第四个, 发愿一切众生超越内外的秘密魔障, 满一切的心愿, 最后, 发愿愿一切众生都成佛, 所以他的发愿仪轨里面也有祥跟静, 像每一次我们讲经的时候, 我尽量会推荐不同的发愿仪轨, 因为其实中国当经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 像以前我想经的龙处不大的广大发愿众, 西藏人也念吗? 他念荡文吗? 回向就是像普贤吉愿时讲, 对不对? 回向众生, 回向无上足体, 回向真实如地, 所以完整的整个的大手印或大圆满的教法, 都一定有包含详细的前行、正行跟结行, 好, 这是完整的四地, 可是在浓缩以后, 重使任何一步的, 简轨、 亡轨、 中轨、 长轨的任何一个仪轨, 仪轨是这样叫被抢, 都一定也有前行、正行跟结行, 所以这给我很大的启发, 来自于他在一座禅修里面, 他一定会念前行, 比方说,我们在朝圣的对大家念的连诗七枝奇请文, 那就是前行, 接下来正行,他就念连诗咒, 然后就入定, 入定以后呢,他就观想, 最后呢,就是念回向四句, 所以换句话说, 前行、正行、 结行是在任何一个仪轨里面, 或任何一个一座法里面呢, 它都包含前行、正行跟结行, 所以从这里也给我启发到说, 后来我去找中国禅宗的经典跟禅宗, 早期东汉传道唐朝的禅宗里面, 禅宗第一个要忏悔业障, 第二个要发四红誓愿, 第三个要念般若丁, 第四个打坐, 第五个悔一下, 完整的禅宗是应该这样的, 我再讲一遍, 第一个应该要忏悔业障, 第二个要发四红誓愿, 第三个要念般若丁, 部分般若丁, 有些念青丁二十一遍或七遍, 有些念金刚丁, 有些念般若丁某一品, 他一定念般若丁, 才会容易降魔而没有魔障, 最后第四个修禅修止观, 最后出定的时候, 他会发愿跟回向, 所以完整的禅观应该是这样, 不是像某一般人讲, 一坐下来呢, 就他念佛是谁, 这个呢, 对于立根的人能提及, 可是呢, 对于一个不完整的, 不了解整个完整残官刺激的人, 常常会呢, 舌本而如墨, 同样念佛法门也是这样, 念佛法门也是应该要忏悔, 发愿, 念净土的无量寿经, 或阿弥陀经, 最后念佛, 赞佛念佛, 绕佛最后修止观, 念佛也有观佛赞美, 最后再来回向, 所以我会觉得, 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 看看一天前佛教界的法会, 或是现在的奖金, 其实呢, 删掉了很多重要的部分, 所以为什么我要想说, 我们每一次讲金, 虽然时间有限, 可是也应该静下来, 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共修, 这个是前行, 第二个正行, 你在听闻正法的时候, 你心中不会产生很多烦恼的障碍, 或用我执我鉴去理解, 最后我们会希望, 所有一切学习教法的功德, 回向给一切众生, 所以在我们的中国完整的禅观经论里面, 本来就有, 接下来在西藏国教里面呢, 任何一个大圆满跟大手印呢, 也都是以前行、 正行跟结行, 作为完整的教法, 这个叫做三如鼎立, 缺一不可, 下面前行, 前行的部分又分成外方便跟内方面, 这个是现在依小指观跟世藏波罗蜜而说, 外方便叫external preparation, 这里中文虽然叫方便, 但是以经文的意思来讲, 这个方便的意思就是要准备的意思, 准备好条件, preparation, 内方便叫internal preparation, 也就是说外方便跟内方便, 你这十个条件都圆满的时候, 你才可能啊, 正入了所谓的圣生的指观, 不管是修小神的禅观, 或大神的禅观, 或金刚圣的禅观, 那这个二十五种禅观, 二十五种前方便, 我先念一下内容, 后面我们详细说, 第一个要具足五种圆, 第二个要呢, 在生活当中, 行住坐卧当中, 常常呵斥自己的贪, 他设身香味处法的五欲的染灼, 第三个要, 气, 气就是呢, 应该是说舍气, 舍气你的贪嗔, 吃慢移睡眠, 调举种种的这个障碍, 就像盖子一样, 叫气五盖, 第四个就是调五, 调五式要调饮食, 睡眠, 调身, 调习跟调清, 所以饮食跟睡眠, 也会影响你的禅观的, 那第五个, 行五法就是欲, 精进, 念, 巧慧跟一心分离, 这个待会我们会详细讲, 这前面的二十五种前方便, 可能你要花三年, 五年, 乃至于十年去调柔你的身心, 西藏里密集式的闭关, 或中国禅堂或念博堂的密集式闭关, 起码都要用三五年的时间, 调这二十五种方面, 你这样子的话, 身心才会柔软, 你才会看受一个修禅观的法器, 接下来另一方面里面就有讲正修, 善根会发露, 同样业障也会现前, 你要能够觉知什么是摩世, 同时呢, 有身心病痛的这个病, 这个病我们昨天在实地经文也有讲过, 有冤亲病, 有四大不调病, 有冤灭病, 最后超越了这些, 这一切的障碍, 你才可能正所谓的诸果须陀管, 或者呢, 菩萨道的话, 由外反位进入内审, 内反位, 由内反位进入圣人位, 圣人位才正入所谓的初底菩萨, 这样子你才可能正果啊, 这个是前方便里面的, 前行里面的外方便跟内方便, 今天我们重点会再讲外方便, 接下来再看下面, 目前禅官研读的这个秩序内容, 今天我们先第一个阶段, 先研读智者大师的小指官, 又名休息指官, 做常法药, 也叫做同盟指官, 那在这里也介绍几本书, 小指官, 我没有办法全部讲, 因为这身方便要讲的经论太多了, 而且有很多法师也曾经讲过, 我觉得呢, 我都很赞叹, 在基金会啊, 也有很多的法师讲过, 国学院也有很多很多的流通录音带, 你上网也看过, 很多很多人讲过小指官, 所以我想呢, 我就在重点讲, 我就不用一个一个字讲, 这个小指官, 基金会曾经出版过, 有保定法师的这个书, 叫做休息指官, 坐谈法药讲述, 我想请班长可以登地下来, 需要的人一起去请, 那不需要的人呢, 那你没关系, 你就按照进度说, 就叫同盟指官, 这个是修天台中, 在香港的有保定法师呢, 他亲自讲的, 所以有一些经文, 你觉得文言文看不懂, 或有些屁育不懂, 那你可以直接呢, 看这本书, 那另外同时, 南部有一个很了不起的, 慧敬老法师, 他讲了小指官讲座, 这本书可能绝版了, 非常非常久, 但是呢, 这个慧敬法师呢, 当时也是不持台中联社, 他跟李宾的老居士, 很非常的有缘, 在李老居士的这个很高的标准里面, 真正呢, 他觉得非常, 所谓的解情相应的森堡里面呢, 他觉得他非常赞叹慧敬老法师, 那他这里面呢, 在讲二十五种钱方便里面, 他经历论中很通达, 他呢, 中功天台中, 而且对于偶艺大师, 非常非常的赞叹, 他偶艺大师群体, 就是慧敬老法师编的, 那这本书呢, 也是不错, 若找不到可以跟我来借, 另外一本, 我想推荐的一本是非常好的, 是由, 小指官, 由现在, 对, 就是华泛, 华泛大学, 就是小云法师, 他们交出来的学生, 台北连云禅院, 有一位法师叫做, 世达宗法师, 按照呢, 把他, 天台词官, 全部变成表,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可是对不起, 这本书必须是要购买, 我可以传下去给大家看, 这个呢, 他把他所有的这个, 变成表格化, 那每一个重点呢, 他都这样一个一个列出来, 我觉得就比较有系统, 不会像呢, 有些经文呢, 你看呢, 一二三古文, 什么又一二三, 又一二三, 又一二三, 可是他正式把它表格化, 那其实, 有时候你们会说, 师父要求你很高, 我真的要你们做科办, 最后的标准应该是这样, 其实这样可以利益很多很多的众生, 他同时六庙门呢, 也做出来了, 摩克指观表姐做出来, 他们发愿把天台中所有的经论, 做成这样的表姐, 我非常的赞叹, 净土中, 其实也可以这样做表姐, 很多的大乘道次第, 也可以做成这样的表姐, 传下去给大家看, 传下去给大家看, 第二个, 好, 就是我会, 这次我发心, 讲的座禅三魅经, 跟修行道地经, 在座禅三魅经里面, 一开始讲, 就是五庭清官, 事实上, 他已经直接讲入正修了, 在修行道地经里面, 他有讲到一些修行的基本的禅法跟观念, 所以这个部分, 请各位新的学员, 旧的学员, 我请他看过了, 就请大家看我所印的, 由全佛出版社的座禅三魅经序, 这个礼拜的作业, 请看座禅三魅经序, 跟修行道地经序, 座禅三魅经在编号里是第一, 那修行道地经在我编的讲义里面是第六, 所以请你看第一跟第六, 对于这整部两部经的一个概论的介绍, 你要回去看哦, 我下礼拜就会讲, 下下次我就会讲哦, 老的学员呢, 上次已经请他看过了, 那你要复习的话也可以, 就是说在修行道地经里面, 他一开始就是讲苦空无常无我, 然后呢, 他讲修行的初, 初的基本的这个基础, 其实也就是跟二十五种前方便一样, 接下来他才开始讲, 座禅三魅经跟修行道地经, 开始讲修行的法门叫五庭清观, 五庭清观就是对治我们的所谓的贪称, 痴思觉跟等分修不静观, 慈悲观, 因缘观, 属习观, 跟所谓的戒分别观, 在戒分别观这个内容里面又分为, 求小臣转成大臣的时候变成念佛观, 所以念佛的观法其实是属于大宠佛法, 在小臣里面呢, 他是以修戒分别观, 这个以后我详细会讲, 这个呢, 我愿意借这次的讲集, 谢谢大家来学习, 相互来学习, 我愿意把座禅三魅经跟修行道地经合编, 然后重新看科派, 因为童谷至今, 这两部经并没有人做过注解, 那当然最完整的还是智者大师的世长波罗蜜, 所以这个礼拜的作业请看, 一, 座禅三魅经续解说, 六, 还有修行道地经, 这个解说, 那讲完以后呢, 再继续按照定度的时候, 我们就会讲第三个, 达摩多罗禅经跟六妙门, 六妙门是六种很重要的修行方法, 也是智者大师融合各种经论, 依国家道家, 他也引用了部分道家的经论, 然后把它整理了, 最后在不一样相关的主题, 会介绍相关的参考经论, 就是摩格指观跟瑜伽师帝论, 所以瑜伽师帝论我是非常的赞叉, 在北传大圣佛教里面, 尤其妙庆老婆上到处的弘扬, 现在也有很加, 瑜伽师帝论的研讨班, 我都很赞叹, 但是我个人有不同的想法, 我不认为一开始就要读瑜伽师帝论, 太深了, 它跟那博大精深, 像大制度论一样, 你连什么是金刚精, 金金, 金金, 小品波热, 磨合波热都搞不清楚, 三十点磨合波热, 六百点大波热, 你都没读过, 读前面后面不知道, 读后面前面忘忘忘, 那你一下子就去读大制度论, 老实说, 有些你会读懂, 很高级, 故事很开心, 六度波浪蜜, 可是有些地方, 你会读禅观的时候, 像大制度论里面的禅波浪蜜品, 你就很多读不懂, 为什么读不懂, 因为它里面很多讲到, 巨社论跟富派俗教的东西, 你必须读有基本知识, 你才会读懂大制度论每一个字, 所以有很多年有跟我说, 师父我听你讲, 你非常精彩, 可是很深耶, 假如你一开始一听都懂的话, 那你就根本不用来了, 你可以无师自通的, 过去式的我不敢说, 今生我起码用功了二十年了, 我从在家就开始, 每一年都读经论, 所以为什么我会逼你们做生涯规划表, 很多人用心做, 但有些人也很多人在应付我而已, 我都很清楚, 但是也不要让人生烦恼, 老实说, 你对整个道次第, 你的心念不清楚, 其实你的生涯规划不清楚, 你是很难入得定的, 你一如得定, 你要嘛就是婚纯, 要嘛是散乱, 要嘛是腰不舒服, 要嘛是屁不顺, 其实你都没有了解, 整个道次第里面, 你自己在什么位置, 你缺什么条件, 所以我会待会讲, 二十五种前方念, 在座有些连友都知道, 但是我不会只是用假变文字, 我会反问你, 或是我们会透过研讨, 为什么这条我们没办法去主, 那现在这个社会, 怎么办, 比如禅修里面要一个远离窥闹, 那大家每个人都搬家吗, 那搬家的时候, 你怎么解决呢, 在时间跟空间上, 你可不可以自己创造一个远离窥闹的禅修环境, 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讲禅经会比较有意义, 我都文字归文字, 你没办法融入到现在的生活, 所以我个人觉得, 瑜伽师那种能读很好, 可是假如能够从大小城的禅观, 从第十五册, 大正上第十五册, 很多一步一步来, 一个一个的主题把它解决了, 到时候你看瑜伽师帝论, 弥勒菩萨从头到尾, 所以,瑜伽师帝论里也有很多很多的卷术, 也说明修禅观前, 你要很多持戒心静, 要懺悔业障, 要远离恶缘, 要身经济静, 他还是讲这个, 但是他讲得非常强定, 所以, 很多人一读到瑜伽师帝论, 因为文艳文的关系, 第二,因为博大今生的关系, 第三个, 因为自己身心不具足的关系, 以及没有善事正交, 那他就退作了, 我觉得很可惜, 所以, 我将来, 有姻缘的话, 先不要讲, 我不知道我活到几岁, 我今生我也会, 最后会愿意讲瑜伽师帝论, 但是, 希望透过这个研讨, 你们提醒我讲, 残官的经活和关系, 也借着这个机会, 带你们一步一步地去了解, 残官它有它基本的道次第, 第二个, 所有残官, 假如大小城的禅法浓缩起来, 就是我在新加坡讲的, 思维对调法, 那是邱魔龙的大师, 一生残官修持的, 最重要十个残官方法, 那个是精华之在, 当然任何一个残官, 都可以找出很多的经论, 很多的详细的部分, 来引证, 甚至说明残官的过程, 我觉得呢, 藏文有句话叫, 嘎嘎嘎嘎, 慢慢来吧, 所以, 瑜伽当地论是非常赞叹的, 很舒适, 但读瑜伽是地论的人, 跟读大制度论的人, 是要很多的基本基础的, 不但是佛教的基本基础, 包含修持的基础, 还有包含了掺除业障, 跟进化身心的基础, 好, 现在看二十五种前方便, 详细内容, 请大家看, 智者大师的小指官, 还有, 世禅波罗密的前方便第六卷, 磨合指官的第六, 这个我已经打在讲义上面了, 好, 先看第一个, 外方便, 第一个, 聚足五元, 第二个, 要呵斥五欲, 第三要放弃这个五干, 就弃舍五干, 第四个, 要调五种方法, 第五个, 要行五种这个心念, 好, 请看第一个, 聚五元, 持叶经历, 一时聚足, 三行居定处, 四其诸原故, 第五, 不尽善知识, 好, 这时候请大家打开, 世禅波罗密课本, 若没有的话, 请两个一起看, 请下次开始上课, 世禅波罗密, 每一次都要再来, 请看, 世禅波罗密, 基金会这个重新排版的, 若没有的话, 将来这个网站, 基金也会流通全世界, 若没有书的话, 请跟基金会直接申请要这本书, 我觉得佛教不要浪费资源, 人家印了, 我们不用心里印, 可是有些人印了以后, 经常放在仓库里, 也不一定发挥它的功能, 有些人拿到书呢, 只会摆在书架上供着, 我觉得很可惜, 好, 请看, 世禅波罗密第36页, 在讲这个的同时, 请你打开, 我今天发的课判第3章, 真第4章, 今天发的课判, 世禅波罗密, 教柱, 对不起, 我写太坏了, 是教队的教, 教柱, 是智德大师柱, 上次我们推荐过, 马来西亚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佛教徒, 黄学民居士法家教柱, 我非常赞叹他, 他是马来西亚十方出版社所出版的, 但在学术的角柱, 我引用的任何资料都会注明出处, 请看今天发的这个, 刚才讲, 课判有四章, 第三章, 赤蚕菠萝蜜的前方便, 这个内容就是以, 现在你看到基金会印赤蚕菠萝蜜, 分别蚕菠萝蜜前方便第六之一, 从三十六页开始, 他的科判, 其实人家都已经做好了, 有找到吗? 我先介绍一下, 这个黄学民居士编的, 我印给大家只有两张, 这本书是非常好, 真的值得的话, 也值得去买, 太多书, 我看大家呢, 每一个人到老的时候, 可能都会有一个小的长金格吧, 那没有买的话, 没关系, 张业金色, 我已经买了两本, 我提供大家做部分影印或参考, 但是在学术制作版本前的话, 你要全本书的话, 就请你跟班长登记, 我们可以一起向马来西亚进, 因为人家用了这么多生命的书, 我们应该尊重人家智慧财产权, 好, 那这本书它是非常好, 这本书好到哪里呢? 智者大师哪一部经论, 哪一部经论, 他都把它翻成大阵帐, 第几页, 第几卷, 他统统都把它注出来, 然后原文都翻出来, 所以这本呢, 我觉得编的比基金配还好, 其实流通正法应该重新做整理, 不一定只是传统的照相印刷, 这本书真的非常好, 如果你真的很想一生专攻常观, 这本书呢, 我真的是觉得你是个赞叹你去买的, 我自己呢, 这个是我书架上的壁鼓书之一, 你看它的科判, 看它整理的, 在你的讲义上面, 按编号应该是七十二页, 据五言, 五言里面要持戒清净, 戒里面在我们会讲一二三, 我说我们, 我们有没有戒, 有没有得戒体, 戒相, 得戒有戒的因缘, 当然这个详细的主题, 我会在菩萨戒里面讲, 但这里面的戒会从声文戒开始说, 我会精简介绍, 第二个, 受了戒就要学戒, 那一定呢, 凡夫一定会有意无意, 不管是你内心中业力发动, 或是外在的二元线前, 一定会犯戒或破戒, 所以他就会讲明你的开遮食犯, 接下来, 戒要得清净, 第一个还是要忏悔法门, 忏悔法门有很多方法, 在西藏呢, 四家庭就是最完整的忏悔法门, 所以, 这也给我启发, 我有到全世界各地都鼓励大家念, 苦闲情愿品, 三千遍或五千遍, 这个也是忏悔业障的方法, 第二个, 我们先看他的科派, 衣食俱足, 他有三种衣服, 还有四种食法, 第三个, 要闲居定住, 住在深山难若或偏僻安静, 没有是非的寺庙, 可以修禅修, 第四个, 对大家最难最难的就是, 在家居室, 你怎么样习诸原物, 在正式修禅修的时候, 是不能够工作的, 否则你的禅修是会被打断的, 你要停下来, 你做各种, 做生意, 还有什么, 广结善缘, 做你的呢, social activity, 倒出去呢, 这里做作, 那里喝茶, 这里看朋友, 也要中断, 否则你禅修是没办法修成的, 接下来, 你世间所学的知识, 技术跟学问, 也要暂时报向, 听好, 这是在禅修的过程中, 可是你在没有正式修禅修之前, 你还是要很认真地学习经论, 文思修, 第五个, 要得到善知识, 有外部善知识, 同行善知识, 跟教授善知识, 我先讲大章, 让你知道他整体, 要刺激是什么, 这个一个一个被讲, 好, 现在这边就有一个第一个问题, Q&A, 各位同学请记下来, 各位读长请记下来, 请问这五条, 我都做不到的话, 我要怎么解决, 我要怎么在现在的社会里面, 让自己持戒精进, 衣食无缺, 让自己能够席出外缘, 我要怎么样去, 这个下礼拜, 我们就会分组一场, 每个人动动脑筋, 去想一想, 很多问题来了, 你应该要去超越, 否则你读文字归读文字啊, 对不对, 在这里插播一下, 昨天, 在讲实地经论的时候, 提到这个问题, 实地经论里面, 我有提到说, 面对一个问题啊, 你要应该知道它超越的过, 上爱的过程, 好, 请看这张, 昨天也有, 有些也有听到, 没有听到, 好, 就现在不一听, 听到了就复习一下, 从这五个方法去解决, 第一个, 你必须了解问题, understanding problem, 比如说, 我为什么总是会觉得, 我每次杀到一网酒啊, 有意无意, 都很容易破练呢, 你要问自己问题在哪里, 是你烦恼很出众呢, 还是你所接触的人事物, 总是在诱惑你啊, 那你就远离那些恶缘嘛, 对不对, 你总觉得自己啊, 心很乱, 对不对, 你没办法定下来, 那你要知道, 人家心不乱, 为什么你的心很乱, 你要去了解所有问题在哪里, 第二个, 你要知道你的动机跟态度, motivation跟attitude, 你要怎么样去解决自己, 比如解决我自己, 假如我三餐有困难, 我遇到了很多恶友, 我没有办法遇到善知识, 那我要用什么动机, 去参访善知识, 或结交善缘, 第三个, 在这个, 剧组五缘里面的, 善知识里面, 有个外户善知识, 同行善知识, 跟教授善知识, 简单的讲, 外户善知识就是说, 你在禅关必修的时候, 户妻或户妻或户妻, 管你持衣住行的人, 同行善知识是指, 跟着你一起学这个教法, 在基障里面的受, 一样的冠定, 最多不能超过二十个人, 在一起修, 比如说你昏尘了, 你散乱了, 人家会提醒你, 教授善知识是指什么, 是指呢, 在你禅修的过程里, 对法义, 或者你身心变化有问题的时候, 你要问你, 教你这个教法的善知识, 所以, 你要想想看, 你要怎么样去跟你的同行善知识, 沟通跟对话, communication and conversation, 或是英文讲dialogue, 最后, 你自己在禅修的过程当中, 有些人禅修是这样, 不要说禅修, 进入一个佛教团体是这样, 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看什么都不顺眼, 跟什么人都没有缘, 然后呢, 众国动来就跟别人发生冲突, 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样去跟人家沟通, 到这个团体如此, 那个团体如此, 那个团体也对, 到处从这个山口, 到那个山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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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做这个义工, 永远都弄了一堆是非, 可是他从来没有反省, 自己的问题是在自己, 所以你要想, 你要什么样善巧方便跟解决的方法, skillful means跟solution, 最后, 在这个过程当中, 禅修的过程中, 或学佛的过程中, 你有没有看到自己不正确的见解, 不好的个性, 不好的习气, 跟错误, 跟杂染, 跟恶念, 这样子你才能够自我超越, self transcendence, 你这些解决了, 用这五个我建议的方法, 去反省, 为什么前面的第一个巨五元, 你没有, 这样子的话, 你真正当你身心调柔的时候, 你了解调法的时候, 你真正是可以自己一个人到山里面去闭关, 为什么, 因为发生任何身心内外秘密的障碍的时候, 你知道自己怎么处理,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第一个Q&A就是, 第一类的巨五元, 假如我这五种元有障碍, 而不能巨足的时候, 在现代社会我要怎么样去解决它, 超越它, 这个是我要先讲的, 接下来再继续看, 第二类, 喝五欲, 喝五欲, 你看你的科派七十二页, 喝五欲, 简单的是讲对色身相畏处, 但是各位不要以为, 只要是说色身相畏处就好了, 应该反过来讲, 从入福大评论第九章, 或从为世的角度, 应该叫根尘事, 你应该先想, 我如何让自己眼耳鼻舌生意, 叫密户根门, 直接的目的现在就从身啊, 眼耳鼻舌生意, 让自己的身清静跟口清静啊, 眼耳鼻舌生意, 对外面色身相畏触法的时候, 你怎么控制自己的念头, 在入福大评里面, 研讨班第九章, 我第九章, 我曾经在前一期第一期学员, 再说现在新的算第二期的话, 我们曾经谈到一个问题, 什么叫修受相畏, 就是心灵而不接受, 就像我举个例子, 我现在住在这边, 人家突然来人家送礼物给你来, 你可以接受, 我谢谢你送我礼物, 但是我吃不吃, 我可以自己决定吗? 你给我的茶叶, 可能我非常不适合啊, 但是在朋友跟菩萨道的立场, 我不会拒绝, 我欢喜接受, 转过头来, 我不会拒绝你的面, 我可以送给别人, 广结善缘, 给任何真正需要的人, 同样的面, 受相应, 受相应里面就告诉你说, 当我眼睛接受各种的, 言耳鼻舌声音, 不管各种境界的时候, 好坏, 杂染人亲近的时候, 我都知道, 但是我心里可以决定, 自己要不要接受, 比如说很简单的, 在一个局单的里面, 比如说你去跟朋友去卡拉OK, 对不对, 重点是在呢, 你的友谊跟沟通, 对不对, 他喝酒, 你可以选择不喝酒, 你可以喝茶呀, 喝果汁呀, 对不对, 你一样接受那样子朋友沟通的环境, 谈话的内容, 友谊的交点, 但是, 在某些地方, 你还是可以延迟五叶的啊, 你总不能说, 哎呀, 我一定不要跟他一样, 才能度他, 其实你一样讲这句话的时候, 你没有反省的念头, 其实你也很喜欢那个享受啊, 所以, 这个喝五欲, 色身相味处法, 不单是表层的色身相味处, 你要对自己的眼耳鼻舌生意, 要能控制, 学习, 要保护, 对于色身相味处法, 接触的时候, 你可以接触, 而不心灵, 而不纳受, 你可以看得出色身相味处法, 五光十色, 但是你可以让你的心, 不受它干扰, 最后, 跟成事, 这样子的话, 你产生的事的作用, 才会选择, 透过智慧选择, 才是精进的, 例如说, 为什么呢, 因为讲到空性的角度来讲, 色身相味处法, 也是空性的, 但是你一下子, 你正不到那样的功, 这个功德力的时候, 你还是要抉择的, 好, 看七十二页, 它是科判, 色是指, 世界上的欲望, 喜欢看男女的型貌, 看漂亮的东西, 逛街的时候呢, 总是呢, 会染着这些好的这个形色, 色, 这里是指物质, 声音, 喜欢听这个欲杰上的享受, 当然好的音乐, 好的歌声, 是可以调养人的心性, 那是站在人类的人文艺术角度角, 但是站在这个谈修的角度角, 所有的声音呢, 都应该远离, 但是这里面有分到, 生文界跟福大界, 像比如说, 在传统上, 我们佛堂里面呢, 真正打坐的时候, 是不放音乐, 我们是唱佛, 念佛号, 但佛基之后只观, 可是我在国外, 读外国人的时候, 我是用两个section, 第一个先讲心灵音乐, 或是佛教音乐, 放六支大名咒给他听, 让他先平静下来, 第二个阶段, 我会告诉他, 你现在不要听音乐, 按照我教你调声, 调息, 调息, 就注意的呼吸, 他才会看到自己内在的这个念头, 假如你的心, 很喜欢音乐, 没关系, 但是又执着音乐的话, 那你在禅观的时候, 小心, 魔王就会放你最喜欢的音乐, 来诱惑你, 这是真的, 待会我们会看后面的例子里面, 武通先人, 就是因为色身相会触法, 一个破界了, 他的谈定力就失去了, 所以在真正呢, 在西方人很喜欢舞会, 或是演唱会, 其实从某个角度讲, 我个人的想法, 他只是要找到身心的解放跟狂欢, 其实在这个快乐的过程当中, 他真的没有看到自己的念头, 所以佛陀说在禅修的过程里面, 声音是要远离的, 但是站在菩萨界利益众生的角度讲, 你可以先让他听佛号, 那但是在真正禅修的时候, 连外在的音乐也要关掉, 你才会看到内在的念头, 第三个, 香就是指嗅觉上的欲望, 比方说特别喜欢香水, 男女的体香, 饮食的各种香, 第四个胃是指味觉, 比如说很难放下口腹之欲, 山珍海味, 所以有很多人习惯, 山珍海味吃习惯, 要叫他吃素是很痛苦的, 但他不知道, 透过吃素以后, 可以定化他作为胃的这种执着, 接下来处, 最难的是皮肤男女的欲望身体的接触, 接下来再看五干, 五干里面是指, 参欲干, 称慧干, 睡眠干, 调毁干, 还有疑干, 在七十二页跟七十三页的科判里, 可以看到, 参欲干, 就是你怎么样生起浴火分心, 生起浴火的时候, 毕竟烧出善法, 那你就必须呢, 呵斥你的贪心, 修不定观或白骨观, 第二个, 称慧干, 称啊, 一念称心起, 火烧功德灵, 被称心为是为根之毒, 要灭一切的善法, 那你遂至你的称心, 你会要修慈悲观, 这个后面在五题经话我会讲, 我们现在只是简单的知道说, 二十五种前方便, 它全部是在讲什么, 第三个, 睡眠干, 睡眠干这个很难煮, 因为为什么, 它这里讲, 无所觉世, 难可煮面, 因为为什么呢, 贪嗔痴慢疑啊, 都有对象, 色身香味吐发, 都有所原地, 所以贪嗔痴慢疑啊, 财色明识啊, 你都可以察觉, 睡很难突破, 我们凡夫啊, 不睡是不行的, 那一般的睡眠都是五个小时到六个小时, 最多不要超过七八个小时, 可是在阿含经里面写, 佛弟子, 圣弟子跟佛陀, 真正禅修的人睡觉最多四五小时, 当然生病的时候他要休息, 他会多加一个小时, 可是真正禅修得力的人, 心清静或夜荡灿处, 他一天最四五个小时就精神饱满, 那这个部分呢, 我会觉得在上一次呢, 辅导大家做生涯规划, 或会想心念的准这个表的时候, 大家都会有一个问题说, 师父, 分析完我觉得在家属世如马, 在家人真的很想精进, 每个人都服得一面不同, 可是你真正想, 在财色明时睡, 在你的生涯规划里面, 真正要腾出休息的时间, 第一个我要建议, 开始减半睡眠, 减少半个小时开始, 跟一般你睡八个小时, 那就开始这样闹钟调七个半小时, 就好起来了, 起来以后做什么, 运作, 这样子的话, 你的心才会调容, 以现在心理学或我们睡眠来讲, 人的睡眠都有分呢, 初中跟后, 真的有分三个阶段跟四个阶段, 真正睡眠最深的是在中间那个阶段, 我们一天睡八个小时, 真正睡眠真的最熟只有四个小时而已, 前面两个小时呢, 你糊里糊涂的, 想一想今天对不对, 被骂了, 今天很开心啊对不对, 然后呢, 糊里糊涂的, 其实有些人呢, 睡眠的情况, 有些人一碰到很多就睡了, 可是身体虽然睡, 但是他念头没有停止下来, 所以真正的睡眠呢, 只有四个小时, 是他完全睡眠, 然后等到你快天亮的时候呢, 你就会有做啊, 好像啊, 若有若无的, 好像做梦啊, 听到声音啊, 觉得好像白日梦, 其实在快要睡醒的一两个小时呢, 其实你的心, 心已经觉醒, 身也休息够, 所以真正的睡眠, 大概只要四五个小时, 所以我会建议在这儿各位联友, 你真正想在,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这么短暂的生命里面, 腾出时间修行, 应该从睡眠开始减少半小时, 接下来呢, 在你觉得, 哎, 我睡了七个半小时可以, 那就睡七个小时, 再来过一阵子, 调一两个月以后, 再来变成六个半小时, 负责你要到哪一天才会有时间修行啊, 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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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什么时候, 等到退休完, 等到老的时候, 齿牙动了, 等到进关台的时候, 发觉哎哟, 糟糕我还是没修到难关, 很多人就是这样啊, 一年过一年, 所以在这气五盖里面呢, 你睡眠啊, 减少, 多定做, 你的贪嗔之的烦恼, 自然就会比较减低, 最后来, 调局调毁, 调就是指散乱, 毁就是后毁, 好, 然后盖里面呢, 就是常常是, 怀疑自己, 怀疑上师, 怀疑善知识, 怀疑所学的叫法, 好, 看下面, 调五法, 好, 调五法里面, 调饮食, 调睡眠, 调身, 调习, 调清, 其实三四五啊, 这个是我们共修才真正教的, 我们每个礼拜都五共修, 透过念咒, 大悲咒, 百八十八博唱腿文, 再来念佛前请愿体, 再念佛, 再来静坐, 其实真正静坐的时候, 是调身, 调习, 跟调心, 可是平常啊, 你要注意自己的饮食, 还有睡眠, 这是每一天都应该去调整的, 接下来再看第五类, 调五法, 调, 精定, 念, 巧慧, 生, 一心分明, 那科派应该请你加一个字, 一心分明, 他少多了两个字, 分明, 因为断绿的关系, 玉, 这里的玉, 不是指前面染污的玉, 而是我要立志禅修, 希望得定而成佛的这个善法律, 第二个, 我昼夜精静, 依前面的二十五种方便, 一条一条去努力, 第三, 在念头上的正面跟妄念交战的时候, 我能够控制我的念头, 第四个是巧慧, 就是修禅修的时候, 善用这个内外的方便, 让身心随时能调柔, 最后而能够一心分明, 做到心一静性, 而能够得定, 然后呢, 而能够让自己正面分明, 明定而住, 好, 这个是简单讲, 这是七十二页跟七十三, 下面呢, 看一百二十六跟一百二十七, 这是内方便, 这个内方便是以四肠波罗蜜为主, 基本上前面的这个外方便, 一到五呢, 巧指观跟四肠波罗蜜是差不多, 可以说甚至是一样的, 但是在四肠波罗蜜因为讲禅修, 所以它内方便里面讲得更详细, 看一二六, 一指, 二, 检验自己的善恶根气, 三, 安心的访门, 第四, 要对治自己的肠病, 知道病发向, 对治病, 第五个要知模式, 这个呢, 这张科派请随时带来, 下一次我们再讲, 现在请看, 诗者大师的四肠波罗蜜, 基金会出版, 三十六页, 我们请看, 因为, 因为, 这张科派请, 都有课本, 我就直接讲, 用翻译, 行者, 一个修行的人, 若能够通答前面所讲的五种明珠禅相, 内着呢, 你会有信心开发, 他说, 进一步, 若你想安心学习, 必须要知道善巧方便, 这里的善巧方便, 就是各种准备条件, 现在精明禅修, 大约为两种方便, 第一个, 外方便, External Preparation, 外面要准备的条件, 即是修禅定, 外用心之方法, 二者, 内方便, Internal Explanation, 就是在禅定当中, 内在你怎么样调自己心的方法, 这两个通言为方便, 是指善巧修学的意思, 善巧修学的各种条件跟准备, 修行的人在出源当中, 善巧修习, 所以叫做方便, 若细论, 内方便外方面都通呢, 内外, 内方便也通内外, 因很多的经论加上分别, 先讲外方便, 这有五种, 修足五元, 喝五欲, 气五干, 四条五法, 五行五法, 这五种都有五五二十五, 因此没有得禅定之前, 这是你调柔你身心的基本条件, 请看第一个聚五元, 聚五元, 里面有分, 第一个要持戒清静, 第二个要衣食聚足, 第三个要选择一个安静的场所, 第四个要秉足各种外缘, 第五个要有同行善知识来教, 所以这里面呢, 可以讲, 第一个, 持戒要精静, 第二个是指物质, 衣食要丰足, 第三个是指要选一个安静的厕所, 第四个是讲, 你自己的这个社交环境啊, 应该要暂时放下, 第五个, 你一定要有善知识, 你才可能学习教法跟禅修, 第一, 持戒清静, 又分三个, 先要知道有戒跟无戒的因缘, 到底你自己得过什么戒, 在禅定当中会有戒向发露, 戒向发露就是说, 譬如说你持不上身, 你在目中或禅定当中, 你就会看到自己, 身心柔软, 戒得功德力献甜, 所以第一个要先要知道自己, 有戒跟无戒, 戒有很多得戒的因缘, 第二个你要想反省自己, 曾经对某一个戒法, 杀到淫忘酒, 你曾经有过的开车吃饭, 第三, 当然反省以后, 得到的结论是,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众生, 都是不精进的, 所以要修汉法, 那在这里, 讲到这里有个段落, 你听看科判七十二页, 就刚才有讲的, 第一个应该讲戒, 我先讲完整的, 概念问, 再来一个一个字看, 戒呢, 要看你今生, 八的愿你是受什么戒, 很多人厉害是受三规跟五戒, 纵使你没有受五戒, 你也应该朝着五戒的标准去努力, 否则你虽然说, 哎呀, 反正我又没有受戒, 对我破戒也没关系, 错了, 你这样的想法不太正确, 因为这样的时候, 你会在谈作的时候, 你会发觉, 你的身心很出众, 不能够心安而得地, 第二个, 那要去学习戒的经论, 才知道开车吃饭, 知道什么东西, 这个状况下, 我真正的是破戒了, 我犯戒了, 而且犯戒当中, 还有分轻重, 还有分上中下的, 不同的戒品, 那接下来就是要忏悔业障, 忏悔业障在, 藏传佛教我刚刚讲的四家, 传佛教里面呢, 也有很多修探法的, 但是在家居士里面呢, 一般最流行的是大悲探法, 你若愿意好好地修, 三年的大悲探法, 然后发心念十万遍大悲神咒, 你也可以掺除无量的障碍, 你可以自己修, 也可以在道场共修, 但是你真要花三年到五年, 好好认真去念十万遍大悲神咒, 第二个, 以初家众来讲, 初家, 因为将来的录音带, 初家众也会听到, 诗初家众是比丘跟比丘尼戒要得清静, 当然修大悲咒也可以, 但是另外还有一个更具体的是, 《赞查善恶业报经》的掺法, 《赞查论》的掺法, 也可以让自己戒体清静, 弘一大师他一生就修赞查善法, 弘一大师也修赞查善法, 他甚至在《赞查善恶业报经》说, 难言福敌众生, 若想要不论遇到有没有丧师传戒, 或是传了戒受了戒有没有得戒, 真的要让戒体清静呢, 在无量的法门里面, 以地藏菩萨的愿力是修赞查善恶业报经, 修赞查轮, 也可以得到戒体清静, 怎么判断戒体清静, 在禅定之中跟梦寐之中, 看到了释迦摩尼佛, 文殊师利菩萨和弥勒菩萨, 亲自在禅定中或梦中, 亲自为你受戒, 放光说法, 你就得戒了。 古来的高僧传里面, 也有,我去查过, 也有人是这样, 今生发愿希望, 戒体清静, 戒得庄严, 广度众生, 甚至用戒的功德力, 求生极乐世界, 所以, 他希望自己戒体圆满, 这个也是一个方法。 接下来, 还有其他的方法, 比如说, 拜金刚宝叹, 慈悲三昧水叹, 可是一般叹悔里面, 并没有去判断说, 反正我就加点拜, 对不对? 有拜没拜, 加点拜, 但是你没有去看到, 是说, 自己在叹除业上的时候, 你有没有得到上品, 戒根清静, 中品, 戒根清静, 跟下品, 戒根清静, 赤藏波罗蜜, 待会后面就会有说, 好, 请看三十六页, 一, 明有戒无戒者, 出家受得境戒, 顾明有戒, 有戒一, 发戒的因缘不同, 有十种, 哪十种? 在三十六页到三十七页, 我先念一下, 第一个, 自然得戒, 第二个, 自己发愿在佛前得戒, 第三个, 见到真的正道圣道的阿罗汉果, 而为他, 跟他受戒, 第四个, 受三规五戒, 第五个, 八进法得戒, 向佛的母亲, 第六个, 议论得戒, 第七个, 善来得戒, 佛一叫他来, 他就善来比丘, 他就得戒, 第八个, 前使得戒, 第九个, 到边地, 无法的人很少, 听五个人而受戒, 第十个, 中国人多, 这里的中国听好, 不是指中华民国, 是指有正法的地方, 是叫中国, 其中庸之道的正法之国, 人很多, 那以出家来讲, 比丘比丘离戒, 要有三师十正, 所以要十个人才能得戒, 所以, 各位有人跟我说, 师父, 我想受菩萨戒, 我一个人没办法出, 不然传菩萨戒, 菩萨戒要三个人, 要有得戒和尚, 要有跌摩和尚, 要有受精阿舍里, 那经因为时间和关系, 就先讲到这里, 有空的联由, 可以先从三十七页开始预期, 把前面的第一个五种元, 一直讲到善知识, 把它预期完, 能看多少就算多少, 那在这个第一个阶段, 十戒精进里面呢, 它就会讲到善悔的相状, 好, 请看你可以翻到四十页跟四十一页, 四十页的倒数第二盘, 就临到零复发, 就是在禅修当中, 你就会看到自己, 过去哪些戒体不够圆满, 不够清静, 然后呢, 在禅定之中, 梦寐之际, 它会有不同的现象会产生, 好, 然后呢, 在四十三页, 它会讲到, 见到种种相, 你怎么知道自己有灭罪呢, 由梦中见相, 由虚空中听到瑞相, 有在禅病中做到追降, 第四个呢, 在四十四页会讲, 自己内政啊, 政法的善心, 道心, 开发的时候, 所讲的跟经文一样, 这个也是判断业障参数, 而得到叠义, 好, 今天上课就上到这里,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